那么在这个新冠疫苗接种技术指南当中呢 我们目前呢建议呢 流感疫苗与这个新冠疫苗的接种间隔 应该在14天以上 那么在接种的过程中除了要注意 前面提到的间隔以外呢 还有几下几点呢要注意 第一个呢就是说既往接种过流感疫苗 尤其是同技术路线的疫苗 如果出现急性的过敏反应的话 那么这时候接种呢就是一个几剂 后续呢就不能接种这个流感疫苗了 二是呢就是说我们在接种的过程中 受众者呢还要如实地向这个接种医生呢 反应他的健康状况和用药时 因为目前来看呢 有些药物呢会影响到流感疫苗接种的效果 第三个呢就是目前我们接种的流感疫苗呢 主要有两大类 一个呢是减毒活疫苗 一个是灭活疫苗 那么这两类疫苗应用的对象实际上是不同的 那么疫苗的特性和它的紧接呢也不同 所以在接种之前 应该呢把自己的一些情况 跟这个接种医生呢说明这样的 有很好的一个区别 更适合呢接种哪种技术路线的这个流感疫苗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